超上櫃台發出不小騷動 引來許多民眾圍觀 男子一隻手插著腰 另一隻手往櫃台指著 情緒激動的與店員爭論 而對方也不甘示弱 事發地點就在桃園揚眉 一間連鎖超商 18號有民眾聽到吵鬧聲 發現櫃台前有名男子 與店員爆發口角衝突 爭執越演越烈 其他店員敢忙上前了解狀況 過程中兩人又差點吵了起來 最後旁邊民眾看不下去 上前拉開男子勸說 才平息衝突 不過一開始以為這名男子是奧K 事後了解原來他也是店員 同時兩人疑似是 因為排班問題瞧不攏 才會忍不住在都是客人的地方 當場吵架 不過幸好當下有人勸架 沒有延伸更嚴重的衝突 TVBS新聞林主委 藍亭 Torrent 7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